欢迎回到台湾百味 国内旅游盛行 阳明山上的草山小镇 是美军旧宿舍重建而成的 大片的绿印跟缤纷的美食平房建筑 总是吸引不少人前往 而有这么一家餐厅 举凡是衣食料理 美食佳肴或者是火锅 通通在这里可以吃得到 而这里除了有美味的 异国料理之外 里头还有两只羊驼作伴 更可以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 相当的有趣 您不妨将草山小镇 加入口袋名单 来这里享受不一样的氛围跟料理 国内旅游盛行 而阳明山呢 是不少人假日出游的好去处 清新的环境与大片绿地 更是家庭出游的首选 阳明山上的草山小镇 是由美军旧宿舍群 陆续重建成餐厅、饭店 独特的建筑让这里成为热门景点 而在草山小镇中的这家餐厅 白色平房建筑提供多国料理 还有两只可爱的动物作伴 舒适又惬意 本来在林口的店就有两只羊驼在 我们就想找一个比较宽敞一点地方 有草地的 可以让它跑 就是活动空间比较大 后来我们来看这边很适合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边开 它这是很老的旧的眷色改的 所以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那也很宁静 有两只羊驼蛮可爱的 给这边带的环境蛮不错的 环境不错 很适合亲子一起来玩 餐厅的料理相当多元 举凡美式、义式、日式等异国料理 这里通通吃得到 这道料多丰盛的美式拼盘 是由多种食材组合成的 竹乐排腌制过后 低温慢烤两小时 再抹上由新鲜凤梨调制的烤肉酱 经过高温烘烤 让酱汁紧紧依附在猪排上方 鸡翅跟小棒腿则是先油炸 接着再跟新香料一起拌炒 烤饭拌均匀以后 只有Tabasco 这样拌炒均匀就可以成盘了 跟新香料拌均匀的鸡翅小棒腿起锅后 就能开始成盘了 美式拼盘中除了猪肋排鸡翅跟小棒腿外 搭配法兰克香肠 季节蔬菜 以及一些杏薯块 完成一道澎湃佳肴 猪肋排肉质软嫩 酱汁咸香 而经过腌制的鸡翅香气强烈 滋味浓郁却不辛辣 让人损止回味 它做的真的很美式 真的很美式 对 吃起来它的佐料都是 算是他们自己做的 不是现成的 所以感觉很新鲜 猪肋排它算是很鲜嫩多汁 口感很好 餐厅的招牌料理还有这道 Happy Bear南瓜锅 店家将南瓜蒸熟 取出南瓜肉打成泥状 加入高汤 动物性鲜奶油调味后 注入造型模具冷冻24小时 就完成南瓜汤底 小熊的模样相当吸睛 在锅中融化成为浓郁鲜甜的南瓜汤 再搭配蔬菜盘以及其他主菜 吃了营养又健康 每桌可都少不了这道趣味锅料理 我是因为它觉得它长得很可爱 然后我就来 然后我发现它的那个汤 就是是自己现打的 然后南瓜很浓郁 然后很味道也不会过咸 然后很清淡 由旧美军宿舍群修建而成的草山小镇 美式建筑吸引不少人到访 假日也是人潮满满 家庭出游尤其多 因此老板便针对不同客群 打造专属于餐厅的菜单 以餐厅来讲每一个地区 都有它不同的课程 不同的消费的人群 所以我们在开店之前 都会先了解这个地区的年龄层 那在这边因为亲子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 菜色方面比较适合女性朋友 还有小朋友这些菜色 老板跟主厨不断讨论 依据不同客群 设计出各式料理 像是这道西班牙腊肠鲜酥烘蛋 就是餐厅针对小朋友而提供的 这道菜我们整个是针对小朋友 去做开发的 那这道菜的话 首先是我们有西班牙的 球里手腊肠跟新鲜的蔬菜 加上我们的蛋液跟起司 去做一个焗烤 这样子那一般的小孩子 接受度都还蛮高的 在炒蛋上方铺满起司 进烤箱烘烤约十分钟左右 烘蛋就能出炉咯 西班牙腊肠鲜酥烘蛋一上桌 散发阵阵诱人的起司香味 吃进嘴里 软绵的烘蛋中带有结瓜的脆度 还有腊肠的扎实感 口感层次丰富 咸香的滋味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餐厅不仅料多味美 还有另一个吸筋的焦点 就是两只羊驼 小小跟小麦 老板在他们几个月大时就开始饲养 到现在已经快两年 小小跟小麦呢 平常会在餐厅里走走晃晃 不过不会乱吃顾客的餐点 店里也会提供红萝卜 供客人喂食 近距离接触 但是别看他们温馴可爱 勤进羊驼时 可是有一些注意事项 因为它比较容易受惊吓 就是说你不要突然吓它 然后最主要是说 你不要再站在它的后面 去摸它的后半 比如背后 因为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它后面 所以它就容易受到惊吓 可能会吐你口水或是什么 一般你站在前面 你摸它头啊摸它脖子什么 都没有问题 就是不要去摸它后面 因为它看不到你 它会吓到 老板针对不同客群 设计出不同类型的餐点 精准抓住客人需求 即使平日餐厅的来客数也不少 而这些其实都来自它的经验 除了这家餐厅外 老板在林口还有另一家餐厅 身为有经验者 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供给想创业的人吗 创业并不是这么容易 说实在的 就是创业前一定要 要准备开店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 包括菜单的你一定啊食材啊各方面 然后再设计你适合 这些客群的菜单 所以说我觉得事前的准备工作很重要 就是你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你创业成功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创业前做足功课 虽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 却能为创业之路多一个希望 不仅事前评估重要 菜单当然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不提供单一种料理 是老板跟主厨的共事 在这里可以吃到泰式口味 韩式风味 当然也有日式料理 这道胡麻酱 乌龙凉面 其特别之处 就在主厨特制的胡麻酱 那胡麻酱我们是用那个 玉米奶汁 然后加上那个炒熟的那个黑芝麻 跟日本的胡麻酱 然后再加上一些辛香料 一起去做成一个酱汁 乌龙面Q弹有咬劲 与特制胡麻酱拌均匀 每一口都吃得到香醇的酱料 搭配低温烹煮的鸡肉丝 小黄瓜丝 辣椒丝 以及水煮蛋等配料 既清爽又开胃 是到无负担的独特餐点 它的酱汁是很浓 吃起来很浓郁 然后面条吃起来是QQ弹弹的 很顺口 老板跟主厨像采访小组利剑的 还有这道德国猪脚 不同于坊间做法 餐厅采用中式的炖煮方式 接着裹上特制的面糊 酥炸至金黄色后再烘烤 再搭配酸菜 以及两种风味的芥末酱 就完成了 猪脚皮酥肉软 外皮咬的卡子坐下 猪脚肉则是具有弹性 富有胶质 也吃得到猪脚的筋 颇有嚼劲 但也不难咬 搭配自制酸菜一起入口 清爽而不油腻 阳明山的草山小镇 色彩缤纷的平房 少见的美食建筑 还有大片绿荫草地 不论是河家出游 或是跟朋友聚会 都相当合适 您不妨将草山小镇 加入口袋名单 来这里享受不一样的 氛围跟料理 它是卤得很够味 尤其是它的酱汁 拿来拌饭非常地下饭 满脆是大家来吃的 而且其他的料理也都非常好吃 而且就很像回到家吃妈妈的 煮的菜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